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高能量的电子束 来医癌症病人 电子束的特性是有一定深度的限制 通常适合比较浅层的肿瘤 亦可以用高能量的电子束 射向高密度金属标靶 而产生高能量X光射线 高能量X光射线的特性是高的浸透性 相对来说皮肤X光剂量比较少 所以特别适合一些处于身体比较深层次的肿瘤 基本上直线加速器可以治疗任何的癌症 它的特点是治疗时间比较短 所以就算有些年老的病人 痛的病人亦都很适合 尤其当肿瘤的形状没有什么移动 直线加速器就特别适合了 过程之中直线加速器 病人好像接受X光治疗 没有什么痛苦和痛楚 而新的直线加速器 例如这部Versa HD 一般来说放射治疗会在1-2分钟之内 就可以完全完成 但当在这些特别的情形底下 我们如果加一些方法去令我们更加准确的 去瞄准把区就会更加有效 我们有一个叫Clarity 4D 的系统 是做一个实时的超声波监察 如果发觉我们譬如前列腺的癌 因为身体内其他器官的愚动而有所变动 我们可以将放射治疗做一些调节 更加跟进把区做得更加好 呼吸调控系统叫ABC 我们就会掌握到病人呼吸时 把区会移动到哪个位置 而我们的辐射会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在做放射治疗之前 我们的对位是对得特别准确的 这个系统有一部CT掃描机 就装在我们的直线加速器那里 当病人做放射治疗之前 我们就用这个CT图片 做一个影像 做Planning 的CT做一个对位 如果发觉我们的对位不是十全十美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让我们的辐射去覆盖我们的肿瘤 是做到十全十美的 Versa HD 新的型号 和旧的主要分别就是 它的输出比较大 令到我们的放射治疗 在更短的时间可以做完 让病人更加舒适舒服 因为我们知道肿瘤的形状是很不规则的 病人躺在Versa HD 之后 辐射源可以围绝病人360度的 放一些不同形状的辐射出来 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而每一个角度用一些强度调控 放射治疗去做 把驱受到辐射的形状 会做得更加完美 让我们的放射治疗的效果就更加好 直线加速器的放射治疗的辐作用 其实跟其他机器是一样的 病人会比较累 会作闷 食俗可能不太好 为了减低这些副作用 其实就视乎 直线加速器出的把驱 可否集中在肿瘤 而尽量避免影响到附近正常的组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